好 主播記得現在所在的地方是台中的建國市場 中秋節廉價才剛結束 沒想到就又遇上颱風來襲 可以看到攤商一早就已經忙進忙出 準備來擺攤迎接顧客 而民眾的預期心裡擔心颱風漲價 也不少人已經來到市場採賣了 可以看到攤商的部分 櫛瓜以及甜椒還有小黃瓜的部分 還有部分的葉菜類全部都擺出來了 不過有幾項的蔬果以及蔬菜 民眾可能要特別注意 可能颱風過後如果遇上了這個淹水的情況 可能會有漲價的狀況 我們來問一下那個攤商 姊姊 我們問 我們目前這個可能會比較長得比較大的 可能是哪幾類的蔬菜跟蔬果 葉菜類 然後瓜果類的話要看它影響大不大 那以目前來講因為中秋過後 那它下跌的狀況沒有很明顯 對 那所以都是還在觀望當中 可能會在比中秋漲嗎 應該是盡量不要啦 再漲上去沒有人要買 對 往年颱風來之前大概都會漲大概多少呢 往年嗎 往年大概都是漲幅5到10塊 對 那有民眾因為預期心理的部分 有先來採購嗎 目前還沒有看到 因為它是中秋鐵線 對 那其實現在 因為颱風來得太快 所以其實大家的採購的狀況 還沒有很明顯 對 是這樣子 可以聽到燦商說 其實近期因為颱風接連的來襲 加上廉價 民眾已經有一波採賣了 不過還是要注意 如果這次的淹水情況很嚴重的話 葉菜類以及瓜果類的部分 可能要特別注意 漲幅可能會再提高 那以上是現場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盡頭交換捧妹 MING PAO TORON MUS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